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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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15年 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 在任期间 公务之余 他游览了龙壁山 驾鹤山 渔峰山 鹅山和马鞍山等柳州山水 并将它们一一寄入在柳州山水静置可游者冀中 根据游记中的线索 书本旅行团决定下一站前往龙壁山 去寻访柳州八景之一的龙壁回篮 龙壁山的位置在柳州市东北 柳宗元在柳州山水静置可游者冀中这样记述的 寻水因势北而东 近大壁下 其壁约龙壁 旗下多秀石可艳 寻水就是柳江 为了寻访到龙壁山下的秀石 本次旅行邀请到柳州博物馆的馆长成州 请他带领大家一起探访龙壁回篮 我们不太明白它为什么叫龙壁回篮呢 首先这个叫龙壁山 这是古地名 回篮是因为柳江 在柳州元的描述中有湍急的水流 大量的水流会冲上到这个石壁 在这里折了一个湾 所以这里叫回篮 就是柳江的水 当年叫寻水 在这里拐了一个湾 而且这个湾还不小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湾的形状比较大 那个湾在哪个位置呀 在这边还是这边 第一个湾在东边 这是湾的底部 大量的水流会冲上到这个石壁 柳宗元的描述 让柳州的山水深色了很多 所以古人说柳州之山水 子后为之深色 是因为柳宗元的描述 而让柳州这个秀美的城市的山水 显得无比的深辉 一千多年来 柳江在龙壁山下激荡流淌 形成一个巨龙回首般的大湾 这道大湾正如同柳宗元 人生命运的大转折 公元805年 他因为参与永真革新 被贬到湖南永州 折居永州十年后 柳宗元终于被召回京城 然而不到一个月 他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 发现龙壁山正是在柳宗元 视察民情之时 他在柳州山水静置可有者记中写道 齐壁曰龙壁 齐下多秀石可艳 那么龙壁山下的秀石 今天还能找到吗 刚刚我们来这儿就找这个山下多秀石 我是认为这是山 山的下面才有石头 但没有看到 对 这石头掉落在山下 它就在水里头经过冲刷 成为秀石 因为所谓的秀石就是美食 而这块秀石很特别 特别之处在可宴 可以做燕台 那只有龙壁山掉下来的石头 才能做成燕石吗 你说的对了一半 首先是龙壁山上的石头 往下掉的时候 它会在漫长的时间的冲刷中 大概需要几十万年 才把一块石头冲成燕石 第二个是大量的水下的燕石矿脉 在水中的浸泡 使得密实度非常之高 激励也很清晰 而且不容易分化 就形成了最好的燕石 真正最好的燕石在水底 需要潜水 是 穿上潜水衣 到水下去 把燕石踩上来 原来在水下 对 我们就按了柳中原的描述 龙壁山下多秀石可燕 于是我们就在龙壁山上 踩了石头拿去做燕 做不成 我们为了找柳燕的燕石 整整找了五年 那也就是说 它这里的能够做燕石的数量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对 都在水下 后来在水下踩上这个燕石之后 我们做成了燕 发木性非常之好 我刚也想说 因为以前的话水流是湍急的 那它的湍急造成这个冲刷 但是现在的话水位已经上升和平静的话 可能不会让它形成这个燕石了吧 现在我们能有的燕石 就是当年湍急的水冲刷而成的 也就意味着在平静的水面中 我们很难再踩到特别漂亮的燕石 馆长到时候带我们看一下这个真正的柳燕 对 好 等一下我们去博物馆 看看柳燕的原石 旗下多秀石可燕 柳宗元在柳州山水禁制可有者记中 对于龙壁山下秀石的描述 只有短短七个字 然而正是这精炼的用字 道出了柳燕弥足珍贵的原因 燕石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地质过程 通常与沉积 变质 沿江活动等多种地质作用有关 柳燕所选用的龙壁山秀石 是集合了多种地质作用和水流冲刷等自然力量的鬼斧神功之作 那么 柳燕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这令书本旅行团越发感兴趣 大家离开龙壁山 跟随城馆长来到柳州博物馆 想要一睹龙壁柳燕的风采 当年的柳燕很了不得 唐代之后 他的名气很大 因为柳宗元 柳宇熙和柳燕都有关系 文人雅士在宋明清时期 因为拥有一方柳燕而感到自豪 我们看到的这个柳燕 这个就是柳燕 你们上手一下 摸一下 非常之棒 这个有分层这么多 有分层 你看一层层的 这就是碟石 这个还不一样 它是本来的石头就有这个一层一层的纹路吗 是 最标准的柳燕是这个 我们看看这一方柳燕非常之大 很重 颜色跟其他的颜色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燕我们看到的是燕石的表层 像这一方燕是用燕石中的中心的最好的部位来做的 就是你拿一个金属的东西敲这个燕石的时候 它有像玉子的声音 清脆 另外一个是它的燕石的结构 机力比较密实 磨磨 伐磨性比较好 就是当我磨磨的时候 磨磨的那个水和冒出来那个气体 就感觉到无限的香锐 就水和墨混合得特别的好 然后还有燕石呢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一层一层的燕石 像一朵饼飘过 柳宗元也许想不到 自己在柳州山水浸致可有者济中技术的 旗下多秀石可燕 竟然令柳燕闻名天下 书本旅行团置身于燕台的世界中 欣赏它们美丽的纹路 既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更感叹古代工匠的精雕细琢 陈馆长告诉大家 这龙壁山下的柳燕 还见证了柳宗元与好友刘雨昕的 一段感人故事 这一方燕呢 是 罗池夜月 在燕的周围呢 我们镌刻的是柳宗元和柳雨昕的故事 以及柳宗元治柳的所有的经历 就是四大政绩 这里是有人感谢他下跪 这是柳宗元在教学生 因为他到柳州之后 推进了柳州的文教 这一方柳燕 他更多的是 寄入了柳宗元和柳雨昕的那种情感 柳宗元和柳雨昕的关系特别之好 他们互相关照 以至于柳宗元辞世了之后啊 托姑给柳雨昕 让柳雨昕带着他的孩子长大 柳雨昕整理了柳宗元的所有的诗文 这是多么让人想起来就落泪的一段感情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 柳宗元和柳雨昕都被贬到偏远的地区 作为那个时候的文人 他们以一身雇佣 为地方百姓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柳宗元和柳雨昕在青年时代志同道合 一起参与永真革新 后来又一起被贬到偏远地区 两个好朋友在困苦的人生经历中 相互鼓励也相互安慰 用友情彼此温暖 当时柳宗元被贬柳州之后 柳雨昕也被贬波州 柳宗元认为波州比柳州更加偏远 而且柳雨昕还要带着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上路 他联系好友于是上书朝廷 请求与柳雨昕兑换 他去波州让柳雨昕去柳州 此番肝胆相招的请求 令柳雨昕感动不已 也让世人看到柳宗元的重情重义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更让书本旅行团感动不已 人生得意知己如此足无疑 为什么在宋明之后柳燕它就变得少了呢 是因为柳江的水位升高了 能够采到厌食的几率就越来越少 以至于今天的这些厌食的原材料 都存于水下的四十多米深的地方 当年柳宗元去采的时候 因为水位的降低到冬天了 在最靠近河床中间的那个位置就能捡到 告别城馆长 书本旅行团前去寻访驾鹤山 柳宗元在柳州山水 静置可游者记中计数 又难且息 曰驾鹤山 撞耸环利 古州至赋烟 有权在砍下 横迎而不留 书本旅行团根据游记中的线索 围绕着池水寻找那处泉水 然而并没有找到 为了更好的了解驾鹤山 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 柳州市柳宗元文化研究会的会长 黄丽杰 因为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和城市建设 原来那个泉眼现在已经是找不到了 在柳宗元那个游记里面 还曾经提到有个古旧制 就是柳州的建制是在汉武帝圆顶六年 就是公元前111年就建了唐中县 当时唐中县的县制记录就在加荷山下 但是因为两千多年过去了 这个旧址也找不到 我们抬头看一下加荷山 这个是不是跟柳宗元所描绘的情形很相似啊 柳宗元在他的文章里面曾经描绘这个加荷山 壮耸环丽就行为他非常的高耸 现在这样看着是真高 所以后代的很多文人墨客都来这里游览 举行当年柳侯的踪迹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的提克 楼崖石刻 加荷秦兰就是柳州的古巴景之一 指的就是加荷山 因为它呢到那个晴天有烟埋缭绕 看起来的景致非常的美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对于加荷山的记录呢 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见到最早的一个记录了 因为这个山呢如一只孤鹤林大江 所以呢就叫它加荷山 书本旅行团对照柳州山水 尽致可游者记中的技术 观赏加荷山果然是壮耸环利 整座山像一只孤鹤 怂立在柳江边上 大家漫步加荷山下 跟着黄会长来到一处磨牙时刻 历代的人都很推崇柳宗元 来柳州呢都探访他的足迹来到加荷山 所以呢从宋代以后呢 加荷山的名人提赫非常多 像我们看到的小桃园呢 还有很多都是历代名人留下的一些末宝 宋代的时候呢在这里建了个三项亭和加荷书院 加荷山因为柳宗元的游记增添了人文之美 此后逐渐热闹起来 书本旅行团跟着黄会长来到了依山而建的三项亭 三项亭呢就是南宋末年的三位宰相 王安中 汪伯燕还有吴敏三位宰相建了这个亭子 当时还建了那个加荷书院 因为三人都是被扁的宰相 所以呢叫三项亭 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周边的环境 好吧 好的 你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个环境 临山而建跟远眺前面的一些景观 想象当时他们种了那么多的桃树是吧 想想春天来的时候一片桃红柳绿非常的美 而且这个方位看着我觉得也挺舒服的 很开阔啊 对 所以可见当时三项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来这里 已经是作画 柳宗元因为写了那个山水游记 提了加荷山 所以呢他们也就是因为这个莫名而来嘛 所以就选了这个地方 感觉这里风景这么好 然后就修了书院啊 三项亭来读书 作为文学家的柳宗元 妙笔生花 使得柳州山水增灰生色 作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 师德正于民 令柳州百姓世代不忘 也让后人引以为贤 由此与柳宗元相关的一切 也都熠熠生辉 为后人所怀念 一天的旅行 书本旅行团跟随柳宗元的 柳州山水静置可游者记的技术 探访了壮观的龙壁回栏 更通过游记中的 齐壁约龙壁 旗下多秀实可艳 见识到多姿多彩的柳燕 于柳州山水间 大家追寻柳宗元的足迹 更感受到 他对这片山水的影响至深 以及留给这片土地的精神财富 下期跟着书本去旅行 继续打卡柳州八景